每周二中午12点 会员增享超前彩蛋 每周四中午12点 会员增享会员plus版 欢迎来到魔方新世界 专属会员节目 你的AI管理员 Adminis最神 将带你打卡 包含微波片段的魔方小彩蛋 解锁烧脑博弈之外 玩家们更多的趣味瞬间 超精彩的复盘大会 了解玩家游戏中的博弈策略和心路历程 还有玩家票选MVP环节 查看谁才是大家心目中的MVP 哇 这个格搭的好好哦 妙手回春哎 好看 这个比我们大侦探那期搭的那亭子还漂亮 也是古风的吗 也是古风的 但那一期的亭子是没有这么庞大 但是很美 就是那种很轻盈的 发现还显得很贵 对 这个就感觉很贵 哇哦 下面游戏正式开始 首先请各位玩家按照从一号到九号的顺序 一次前往药房领取药箱并查看身份 谁是一 小谷 去吧 哪啊 哪啊 你猜 对 对面 对面 噢要房 上面拿到说你是一位锡医 哈哈哈哈 哈哈 你是一个轻轻走错片场 啊轻轻 声音梗扣钱啊 你是功腾心仪 哈哈哈哈 哇 王梅肯定听着很开心 累了 累了怎么就累了呢 亲戚啊 亲戚 换了个地方还是听同样的东西 小敏去吧 好 我们这样 我们把这个中间的流程 把它快速 可以同意 大家脚步都 带起来好不好 你又渴了 对啊 肯定有喝的 但不在这吧 就是这 就是这 就是喝这个 对啊 这里面是啥呀 凉的咖啡吗 不知道是凉 魏大夫这么早就进入到了用膳的时间了 松弛一点 松弛一点 松弛感 哎呦 哎呦 彩裙子了 我闻一下这是 忘闻闻切 这是水 我先给我看 我看就行了 我都不用闻 你看你拿你的杯子 你几号 七亿 那边呢 杯子 咖 这是咖 咖 咖 哎呦 大咖给到咖呀 这是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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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 冰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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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治的是哪一个症状啊 提神 洗脑 嗯 这个药好提神啊 哦 对啊 那我也去用一副 提神药 这是我们太医院研发的地道冰中室 啊 一副粮药 一副粮药啊 一副粮药啊 可以消肿 来 早上可以消肿 一杯提神心脑 两杯永不疲劳 一副粮药哈 哦 这些应该是西域引进过来的哈 是是是 这好像是 那个叫 非洲 非洲啊 非洲 南洋 哎呦 我也不对啊 可是南洋 不是南洋 巴西在古代怎么说 巴西在古代怎么说啊 巴西在古代怎么说啊 巴西在古代怎么说 在古代把自己 巴西的叫海外 海外海外 博来品 杨农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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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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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口洋药好喝啊 哈哈哈 嗯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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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赏 三吗 哈哈哈 三号三号 下下下下下一个呗 这这这一点挺挺挺挺累啊 挺挺 请三号玩家前往用房 小米你也是口吃的呀 这个没必要装吧 这个不能这个不能藏 我我建议一开始大家 既然你们说要四个人一起 我们就对吧 没必要演 前面藏没意义是吧 对啊这个没必要 因为其实到最后肯定都会清楚 谁是谁的阵营 对而且这个不重要 这个跟阵营也无关 这是这这位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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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说不出口 你也是啊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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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抽到了大舌头中医 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我我我说不出口 但是你们一开始就三个有点概率小吧 我就想他了 那你可打开箱子查看了 你是口吃中医 没有撒谎吗 真没有 你是不是为了给自己加戏所以说你 我赌上我的医德 你没有医友吗 哈哈 赞无 原来我是个江湖郎中 请四个玩家前往右房 来了 你真的是口吃啊 我真的是口口吃 你们仨都是口吃 好奇怪啊 而且是随机抽 哎真的是随机抽 不是分配 好 你好 你好 你是啥呀 我突然就看不清 色盲 哎 你这红衣服真好看 啊谢谢一身红 他就想明白色盲不是瞎的 哈哈哈哈 我刚才 我已经是瞎了 我已经是瞎了 以为我要这样走出来了 哈哈哈 因为你刚看那个预言故事里面说的是 嗯我这个马上看不清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总感觉咱们这里的中医也是 我看不见 请五号玩家前往右房 什么是麻痹中医呢 麻痹他怎么演很难演啊 麻痹中医这里加针就多吓人了 去吧 蔡律师 在你手上扎一针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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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不了麦 就等于麻痹中医摸不了麦 哈哈哈 他还不行 抖得比心跳还快 对 哈哈哈 能听见 能听见我说话吗 你该不会是 哎 麻痹中医吧 啊 哈哈哈哈哈哈 论如何用一个字来代表自己的状态 啊 请六号玩家前往右房 可以去了 啊 你怎么刚张嘴不出声啊 稍等啊叫你了吗 他不叫我去了吗 你真耳背背成这样了 哈哈哈哈 融入角色融入角色 一瞬间慢走啊 他得滑得滑一点 来来来看他的转 哎哎 这位先生是 什么 哈哈哈哈哈哈 好好好 用不了你一点 我会的你都会 我不会的你都不会 啊 啊 请轻后玩家前往右房 哎 哎但他没告诉我我是哪个厉害呀 我不是应该有个高能的吗 没有没有你这里这你看这表你就知道了 你是耳背的话你能够 耳背中医 你能够问大便 问大便 咱俩 闻大便 闻的嘎嘎嘎厉害 想问天 问大便 谁想 哪个组缺问大便的 我去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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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你是 这绿盒子真好看 这绿盒子 哈哈哈哈 绿盒子 绿盒子啊绿盒子啊 色盲 哦绿盒子 哦那你们两位就 那咱们两位按理说就都是妈 哎呦很难引啊 其实这样天然的有一些人就没有办法成为那个partner了搭档了什么 对 咱们仨一会儿别撞啊 对 没有咱们撞到一起就把就把那个高级摸腹部垄断了呀 哈哈哈哈哈哈 咱就只只摸腹部啊 哈哈哈哈 咱们把他肚子给他按扁啊 这么喜欢摸腹部啊 哈哈哈哈 垄断摸腹部 他喜欢他主要喜欢搞垄断 搞垄断 他跟他 啊啊啊啊 不不不不不 一直在摸腹部 哈哈哈哈哈哈 终于来了 让我给你招一招 我 哈哈哈哈哈哈 懂了懂了懂了 请9号玩家前往药房 那现在文静同学是小香波波 因为只有你一个呀 我是香波波 快来找我合作吧 小哥应该也是 现在就口吃的多一个 咱还在内卷上了咱咱 哎真的你们仨还内卷上了 你们仨还竞争吗 那我得我挑个我喜欢的 我给你 不是 麻痹中医 让我们这三个中医 先给你开两回要调一调吧 你说你这个样子去看皇子 皇子能信你 你自己都治不好你 对 啊 哈哈哈 来吧 接下来进入第一轮看诊阶段 大皇子戴客之乐还是不错的 对对对 都得四分 嗯第一轮白玩 白玩 别一会咱没得四分那傻了 不会我们彼此行人 你觉得大家都得分就是白玩 就是必须咱得残一个啊 不不不不是隔壁五隔壁屋 希望他们有人捣乱吧 咱们是一残俱残 是所以没必要残 咱们是共产 隔壁屋出给打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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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我还免听到了吗 哈哈哈 就说你呢 我就哄他 哈哈哈 你帮他身份证得了 他不能他不能 他前期大家都是很冷的 下一轮你们有没有想看的人 下一轮你先看能看出啥吧 下一轮是告诉咱们 不是哪一个 不是哪一个 比如告诉不是三号的话 就是说明咱们看一二号 其实看的是有可能是自己的 对是 然后再结合你之前收到他 不是一号一下心都凉了 不是一号一下心都凉了 没事啊 挺好的呀 就是跟别人 最后可以搞一号吗 别最后我是一号 别别别别别别 先别搞 与人为善与人为善 别是二号就行啊 二号你看现在 框框吃这么多药 哦这样三号的话 现在是上来就有这个优势吃到最少的 因为他这里能一个药都不吃 再说一号 我们下一个 下一个 下一个 接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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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这没有症状 没有症状 对啊 没有症状 里面有一只手 大王子会把手伸出来 那到别的医生的时候 可能就不只光伸手了 按腹部要 闻体味 我还以为要去闻大王子的 这个 别说了 别说了 然后他给了我一个手帕 我一闻香水 身上有他的香水 闻你的牙子 是我们自贯的罪 哦 谢谢 看来你这个忘了记忆还可以 哎不对 你这色盲 你应该说我的牙还有口律 有口律 你是不是刚吃了餐叶子 你也可能是口徽呢 我牙上有口律 其实是我早上吃的韭菜 哇 这小番茄好绿 让我来尝尝这个小绿果 这小绿果是新品种的 你怎么能小绿果呢 我配合他一下 这是什么呀 椰子吧 椰子 不是 应该是药 黄芪 哦 我家说的 黄芪可不长这样 黄芪是那个长的 文是我的专长 黄芪 文出来了吗 无色无畏 瞎人于无形 对 小心了 文久了一会变成麻痹了 我已经麻痹了 多闹闹了你 麻痹怎么了 还挺好 希望各位哥哥对我家哥哥手下留情 对我家哥哥手下留情 拜托了 你家哥哥一会那说一下 你直接说你家哥哥是谁 对 节目上 因为我这人嘛 这幸福就是 得那家就能够伤了 很容易伤着王子 很容易伤着你家哥哥 现在我家哥千万别伤着王子就去了 那个可能是你二号是你家哥哥 没有 对对对 我家二号哥哥现在吃的要够多 八八吃药 一会把这些人 咱九个集体去三号 一人喂一轮 就给他喂兔了 闭着眼 那不行那不行 赚不到分了 你们有没有看到王子的长相吗 就是忘了 看了呀 长相英俊 潇洒 二维 他长得非常好看 脸型非常好 舌头巨好看 他的舌头非常的红润 那个舌头我很好奇 他是二维的还是一个 这是一个3G的舌头啊 臭乎了一个舌头吗 真的假的啊 没有 是一个图片吧 一个图片 但是图片的那个舌头长得很好看 肥美的那种感觉 很好吃那是那不像 牛舌哈 碳烤的 就是红润 一看就是贼健康 新鲜 对新鲜 尝了吗 没有 太小一块了 就是不值得不值一吃 rapper 淼书 这个是 你怎么分比我高 这从哪来的分 我第二轮的时候 刚刚我不是给二皇子 yük? 你只加了两分的看见分 你二皇子也下药了是不是 我二皇子下了 对他还拿二皇子的健康分 对我还拿了二皇子健康分 对对对 忘了 我还拿了二皇子的健康分 再下食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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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个口 吃衣食 面色苍白 所以我们大皇子腹部也是正常的 给我们大皇子来副羊藥 然后再给我们二皇子来副腻药 思带针灸使用在大皇子身上 保持不变 对 跟随第四轮治疗结果 大黄子状态 二黄子状态为健康 哇 前三万三中 因为二黄子的房间 我多加了六分 对 就是因为最后你用了药了 主要是二黄子的六分 很重要 你给我们这里下药了吗 你们 只有只有一个人给咱们下了一副阴药 我 哎 居然是你 给大黄子下一盒阴药 还有一副植兔药 还有一副植兔药 没有没有植兔药 没有植兔药 没有植兔药 有人给我们下植兔药吗 没有 谁能舍得三块银子给人下植兔药 你们呀 你们呀 哈哈哈哈哈哈 我给三黄子开一个植兔药 我们就给他开一个阴药 好痛 对 他们只给我们下了一副阴药 我们自己下了 幸好我们没有自己下五个阴药 是不是当时拦住了 不然就会吐了 给你翻了 最后那个迟疑是正确的 但其实有一点是我们也别人下了很多药 所以我们会判断他们也会下一些 还好我们也没有别人下了一些 结果只下了一副 你下了四个 没事 我给三黄子开一个植兔药 然后再给他开一个植兔药 给我们三黄子开一副阴药 给我们二黄子来副阴药 给我们二黄子来副阴药 他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上市 我没跟他 因为我都是跟他跑的 他去的三我去的三 他下了多少我上了多少 是吗 是吗 我一直跟他在一起 为什么我不理解 因为我不是跟你一直在一起的吗 没有啊 我第二轮的时候我没治疗 我的针和他撞了 二代针灸 对二黄子使用 对二黄子选择使用 对二黄子选择使用二代针灸 选择使用二代针灸 一号和五号玩家均使用二代针灸 针灸二黄子互相抵消失效 哦 所以你比我多 所以我比你多了 三分 你不是算到我要当御医 所以我打了 忘了 以后这种打不打这种决定 都应该交给你 应该交给我是不是 没事 下次再打 下次下次记住了 我也是和和平主义者很害怕 对没事 你这样是积攒了更多的人品 在以后还能够发光发热 以后还能够发发发 所以我们最后是被人下的含药 不是最后我们是吐了 是我们赌我们没吐 但其实我们吐了 最后我们被下了一个止吐药 但是我们总体的药量是超过八的 所以初始的情况我们还是负一 负一的情况下他又去扎了一针 我们去修只要修一个正义就赢了 对对就赢了我们就赢了 所以是谁给我们下了药 好多人 哎按理来说呢是要去捣捣乱的 但是吧 我觉得我们的三皇子他体太寒了 哎 需要多点阳气 所以给我们三皇子下三副洋药 我给三皇子下两盒洋药 给我们三皇子多下点药吧 他胃口大 我没给你没给你们下真没我下了一个 而且我差点还给你们下个洋药 当时本来他要那个洋药给我的话 我就给你们下个洋药了 你下什么都没用 你不是看药渣了吗 只看了一个止吐药 其他药渣没看 看我看了个你看了止吐药 但是看了没有想到对对对对 这个没办法判断了 我觉得我们已经做到了那个 已经很好 需要一点点运气 不然的话我们就基本上都是 是12加上15 27马你俩都27我28对对吧 我们就是前三 我们超级健康 没事我觉得可以了 其实我们玩明白了一些 对玩明白了 玩得非常清楚 玩得很清楚 只是堵了那一下 不然的话我们直接能够长到全部第一 别难受了别难受了 没事遗憾 但你们这个最后要赢的很帅 对赢了就很帅 就是奔着超级健康去的 刚好就前三 因为你们希望自己健康 我们希望自己超级健康 因为我们一直在吐药 吃药吃的最少 我们没有去赚治疗分 所以说那一次 在你们这个三皇子那 根本都不可能健康的 因为你们还是在吐药 是吐药 呃那个三号房用用鹰 三号房用鹰 用鹰 用鹰 我是羊 你是羊 然后你要用鹰 用鹰 用鹰 好没问题 三号房你们要参与的话 你们 安排任务吗 安排任务 你要出鹰 可以吗 有鹰吗 有 ok 好 我是羊 出鹰 大俊哥你要出鹰还是出羊 好 最后你有 最后那你出个出个羊 行 三号房你出个羊 行吧 我不出了 哦你是出鹰 所以你在散播那个什么 每个人的药的时候 你就故意让他吐的那个方式去散播 但是大家就赚个参与分 我们也没拿到治疗分 就是一个问诊分 对问诊分 对对对 但其实我们输的也同样精彩 还行还行 二选一嘛 对二选一 不成功变成人 但是变成功多爽 当然 我还没成功过呢 来这后 没事没事不要自责 是集体决策 对没有办法 对对对 单思不成现 姑母不成零 好 鱼姨说的对 而且最后其实曲成不断 有的时候不见得说 我非得要 比如说跟我有不同长处的人 一定要一直要在一起协作 有的时候也会慢慢地学到一些长处 所以到最后 像小琪呀 小敏那个胡胡他们单独在一个房间的时候 他们也能判断出黄子的病争 但是如果比如说在一开始的情况下 可能就完全没办法 所以到后面的话 其实是慢慢地在这个互相协作 曲长不短的工程当中 大家也会进步 也就是说你的短处 不会永远是你的短处 每根都有八点的空间 嗯 还有就是最后大家在作为太医还是很和平吧 对最后要是乱扎 可能三个皇子一个都保 现在还有两个是建筑的 不容易 对 对 我们都虽然没有成为太医 但是领悟了作为医者的真谛 医者人心疯了 医者人心疯了 耶 好 圆满一结束了 期待下一个空间 圆满结束了 谢谢 就是今天的MVP就是我自己 从头到尾 我觉得逻辑比较清晰 然后跟队友合作也非常的果断给力 跟别的团队沟通的时候 该真诚真诚 该耍心眼则耍心眼的 因为咱们还是为了胜利 所以我觉得我从头到尾 贯彻的执行的 这一套动作我觉得是非常的统一的 它没有发生偏差 嗯 这个是我觉得我今天做的很棒的事情 我觉得我是今天的MVP 幸运之心 真的 因为最后我第二名的时候大家说 啊 你为什么第二名 我大家说 我到底做什么呢 得到了老天爷的眷顾 所以我今天是全场的 LuckyMVP 您是我们小七哥 因为我们是一个阵影的 而且他最后第一名嘛 包括他让我去只开两副 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明确的 非常明智的决定 何老师吧 因为他跟我分享了很多兴趣 虽然他出错了一次针灸 但是我也觉得整个逻辑里 他其实没有做错 因为其实没有人知道对与错 而且那一局他们居然还能拿到分 这一场的MVP 我还是觉得小何玩的挺好的 虽然最后的二选一我没有猜中 但是我是觉得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他是比较能够很准确的找到方式的 而且他有他自己的坚持 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 比如说其他的想法的时候 我觉得他的建议是 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有舒服力的 我觉得今天这个游戏MVP是小何 虽然到最后我俩的逻辑是一样的 但其实他第三轮那个至关重要 就是第三轮他骗出了所有人的药 并且保证了三皇子兔 这个对我们第四轮把胜利提高那么高 是有决定性的加持的 MVP给大群哥吧 给我们下指兔要的那个人 我觉得这个策略的话是非常OK的 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一步去制衡其他人 而且他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考虑说 那我跟三皇子那边打起来的情况下 二皇子会不会得利 那我要去二皇子那边再捞一笔 比如说他们要一个金币 我再去做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做 那他做的这一步一定是对的 而且非常的到位 就是因为这个一个指图要卡得我们非常的难受 最后我们就错失了这个冠亚军的席位 我觉得那既然这一步让我们难受到这种程度 我愿意把这个MVP给他 我觉得大群哥玩的很好 就是首先他开局盘那个身份 给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推论 就是他知道有一个非常准确的消息是有寒热 那三皇子就一定不是健康 这波分析也是非常高能的 大群哥在这样的游戏里面是一个很好聊的人 很多玩家会倾向于不去做决策 或者不参与很多的交易 因为这样的话就不会犯错 但是大群哥今天一个人参与了两次这个众手交易 我觉得他有很多自己的理解啊 逐渐啊也好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轮表现还是非常的亮面 我的MVP应该要评给我的两个队友 大群哥和妹妹两个人 因为妹妹其实记得特别细致 从记人的房间 然后到每一轮他猜测的用量 要的用量大概也是准确的 然后大群哥呢是和我一样 就是我们几个人对于思路的认知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我们在第三轮第四轮 我们就是确信我们只能够管好自己 所以我们只能确保自己的思路是什么样子 所以其他人的电量我们也没办法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 然后我们保留的金币 我们购买的数量 所以MVP就是我们的大群哥团队的两位队友 你是韩辉了 那你就是三号 你直接就是三号 我觉得绝对是 对 我是凉和健康 那咱俩肯定不是你的 咱俩首先咱俩一个得去三一个去二号 他继续在里头待着 还是去我家哥哥 然后最后咱一针灸还能针回来 超级 我跟你说第三轮的主要任务 就是把你家大皇子弄寒 因为最后一轮是减一 所以如果你要是寒你是弄不回来 你弄不回来 寒的话就是还是寒 干嘛别寒 我是觉得他们两个人不可能看出是什么状态 我就加一 你就不妄理你了 别想再得这一份 得了就得了 没得就拉倒 因为你现在被子的一副药 全是让它多吃的 我给三皇子开一个止醋药 然后再给它开一个阴药 然后给大皇子开一个洋药 根据第四轮治疗结果 三皇子状态为寒 大皇子状态 二皇子状态为健康 将来开一个洋态 然后再给它 是一家炉灾 一家炉灾 的隔廓 一家炉灾 一家炉灾 那些炉灾 一家炉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